你這可能有一個普遍的一個物件 我們現在講的是退煤 不是退裝機 我不知道你理解 就是一個發電 你一定要把這個煤電裝機 和這個發電量給它分開 我同樣的一個發電廠在那兒 你想想改革開放 特別是2000年初的時候 在中國一個煤電廠 你知道要運行多少小時嗎 一年6000甚至高的個別的 可能達到7000小時一個煤電廠 但你知道去年我們平均下來 現在的煤電廠 雖然我們現在的裝機很大 火電中裝機很高 十來個億個千瓦 但是你知道它運行小時 才有多少嗎 平均才不到4300小時 所以你 而且這個區域發展非常不平衡 有些地方可能你風光還一時 從電網或者是從各方面來說 從符合的角度來說 它還送過去 就是綠色的電力 但是它恰恰又有煤 又有那個裝機 它可以建 它也可能會 明星地新建一些煤電 但是一些老的那個地方呢 老的舊的可能也會淘汰 我們現在就說 習主席提到 嚴格控制煤電的這個增長 這話已經都講不去了 所以從說我們的角度來講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要讓這個煤電裝機的 運行小時數不斷地在降低 但是同時呢 我可以保證 我們這個電力系統的這個 平穩的 安全的 高效的運行 所謂這裡的高效 就是吸納更多的放工 你想想 從7000小時到4000小時 3000小時的空間給風光了 那麼從 如果再從4000小時 像丹麥的北歐的一些先進的 就是火電跟這個儲熱鍋爐結合起來 就是煤電和儲熱鍋爐結合 它可以運行1000小時以內 那我要是現在 我這11千瓦的煤電廠 要能從4000小時降到1000小時 而不是說把這煤電廠關閉了 你想想我少用多少煤 同時我又可以接納更多的風和光 來那種 我這11千瓦的煤電廠 就是煤電廠 有什麼是煤電廠 最有的風和光 是原來的 這10個有機器 我可以接納更多的風和光